新冬五院之後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最後一個行程 來到新北市新店的人權博物館 但他所到之處 反對聲音一直都在 統派支持者拿出象徵 要裴洛西滾的白布條衝到車陣中 又被警力給拉了回來 大批警察和抗議民眾瞬間僵持在路邊 就怕發生危險 只能將人一步步推回到人行道 但抗議民眾情緒高昂 唯一訴求就是要裴洛西滾回去 在這當中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 在這次議長訪台過程中動員第三波 依然看得到他的身影 但總裁等一下 你的背板怎麼怪怪的 欸 那掉了 芒果 是不是掉了你還錯了 我芒果 欸 這個標錯了 你們今天貼 啊 這個 是貼板的貼板 我們看這個是正確的 只是認為書師貼反了啦 但看到白狼下車需要人攘扶 三場活動親力親為 身體還好嗎 我沒問題 我每天一萬步 為了訴諸訴求 一切沒問題 而為了這場勤務 新北市警局早早就部署好 直接現場除了刑警錄影搜證之外 霹靂小組全副武裝 盾牌防彈背心辣椒水 一應俱全 除此之外 包含新店綜合分局 焦大保大以及新大 一共出動三百錦力戒備 就是要讓維安做到滴水不漏 聽別新聞 我們參與新宿新宿 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